是史上第一高收入的电子游戏 动漫节 汉味整个在挤爆欸 重点是没有打码 我是一个玩手游就会深陷在其中 凌晨两三点三四点都不用睡了 剧情角色跟战斗系统得到了不同玩家的称赞 为了他的剧本好像可以玩一下的感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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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啰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副社长妮几 那今天又来到了就是一个月一度的B.L.调查局 调查局名称是不是应该要改一下 因为近期我们团队发现呢 我们想要探讨调查的东西呢 真的是越来越多元的 但好像也不会就是仅限于B.L.的题材 所以就因应这样子的方向呢 我们就决定将我们的调查局系列 也正式的取名为辅社长的调查局 这个调查局的宗旨呢 其实是不会变的 暗讨就是我们比较宅圈 辅宅圈 然后所喜欢的东西 希望让各大网友们 都可以来投递自己的意见 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研究调查的主题呢 就是最近沉迷的手游 这几年很多人都会用手机打游戏啊 这本身呢真的是超级乏味的 不是一些金融理财 然后不然就是那种购物的APP等等的 因为我是一个 玩手游就会深陷在其中 费自己的工作或是什么的 像我玩那个沙尔打黑是什么的 我就会凌晨两三点三四点都不用睡了 所以我就会尽量 希望是可以找到 类似于有时间然后再养成 破关的那种感觉就好了 我们今天呢也透过大家呢的表单 总共呢收集到了975个人 然后来投票 今天影片就会依序的跟大家公开 2024年的现在呢 大家所沉迷的手游 Top5 分享一下网友的推荐的理由之外呢 还会跟大家稍微的介绍一下 是怎么样的玩法 然后它的故事剧情 那如果呢你们也是最近就是比较 欸游戏荒 然后不知道要用什么东西打发时间的话呢 不妨就看一下我今天影片参考一下 可能就会获得自己新的手游清单了 那在开始影片之前呢 也请不要忘了要订阅一下我的副频道 然后还有我的Instagram 那边都会分享一些生活日常的大小事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榜单公开吧 GO 首先呢第五名 获得了76个票数的 《电雨升空》 那我先跟大家科普一下 就是《烈雨升空》到底是怎么样的剧情 然后跟它的玩法 《电雨升空》呢 主打沉浸式全3D第一视角的 女性向冒险游戏 游戏揭续了《烈雨》制作人的未来世界 在2034年发生了《烈空灾变》 一个几乎人人都拥有超能力的世界 组织了升空猎人 防止流浪体肆虐 游戏的主线呢几乎都用全语音演出 女主角呢都可以客制化自己的外貌 声音还有名字 那目前可以攻略的呢 有三个帅气的小哥哥角色 分别呢是沈兴回 然后《黎升》还有《奇遇》 包含就是我剪辑师啊 很多也也蛮多人在玩的 我自己看我的IG上面啊 就是最多人 晕船的就是《奇遇》 好像因为他是那个话捞代表吧 他的个性应该是身受 蛮多就是人的喜爱 那投票给他的网友们呢是说 虽然很久没有更新主线 但是升空的战斗系统真的做得很好 加上三位男主的故事线 让无课党呢也忍不住课下去 然后另外一位网友是说 这个游戏呢让你无痛获得三个老公耶 你只要肯花一点点钱 他们甚至能穿成浴巾 带在主夜论你玩 这么厉害的呢 顺便夸一下我推神星会 他根本就是一只大狗狗 超级无敌可爱 一开始看到恋声是在IG的广告 觉得3D以游看起来很奇怪很不习惯 还一直跟朋友说绝对不会玩 但是最后却因为开服不久 就出现了那个大胸肌创卡 然后被吸引到争相了 玩下去之后呢也被男主的 剧情还有声游吸引到越来越喜欢他们 不论哪个国家的配音都非常好听 很适合声控玩 而且近来呢出了一个陪伴系统 可以让他们陪我一起运动啊学习 一边听他们的喘息一边做自己的事情 真的好有动力 推荐社长也可以玩玩看 我自己身边就是有在玩的朋友们呢 有些人是有点不习惯内容 其实是直视的 可是他在打斗的时候呢又是很适 玩家就会觉得非常的忙 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 然后还有就是他的更新主线 速度很慢 这也是我常常听到就是 朋友们之间在讨论在说的 我一开始也真的觉得他们的3D 好像有点太超前了 毕竟我以前也是玩那个练语制作人 然后我是李泽妍太太 李太太好不好 对于2D大家的接受度可能会比较高一点 结果没想到呢上一次的动漫节 练语声后的摊位整个在挤爆耶 3D的男人真的很香 所以应该算现代大家的接受度已经颇高了 我也蛮期待就是后续那个练语声控 到底会进化成什么样的程度 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了 再来第四名呢是获得了87的票数的 元神 一直觉得好像元神真的很多人在玩 结果没想到他居然还没有到就是前三名 大家可以进行记载一下他这个前三名 第三名跟第一名真的是他的游戏风格差很多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元神的剧情 然后还有玩法 元神是由米哈尤开发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 剧情是在虚构世界的提瓦特大陆 该世界分为7个国家 每个国家分别以一个元素为主 并由对应元素的神明所分管 玩家将扮演旅行者寻找自己失散的唯一血清 并与派蒙一同游历七国 可以选择四名角色参与战斗 也可以快速的切换 玩家可以透过各种方式增强角色的力量 我在找他之道的时候呢 被一个很厉害的那个 惊人收入给下到 发行的第一年获得了23亿美元的收入 是史上第一高收入的电子游戏 好 投影元神的网友们是说 最喜欢在世界里探索 很多可探索的地方 剪宝箱做成就也很有吸引力 重点是剧情也很不错 然后还有人是说剧情写得很赞 括号会哭的那种 角色刻画也很深 最喜欢里面的男人就是括号成男 真的是太香了 首先建模很好看 其次配音也很好听 无论是刻CP 或是把他们当老公老婆都很可以 他还有说社长真的可以试下路坑 总有一个你喜欢的类型 Blu Lady的仓冠 他自己也非常喜欢原神当中的某对CP 我自己看的时候我也觉得 诶 他的外型好像真的很可以 因为毕竟是我喜欢的那个长发 如果有喜欢原神的小豆腐们 都可以跟我说一下 你们在原神当中喜欢主推谁 然后又是刻什么CP这样子 再来呢就是来到了我们的上位圈的 第三名是获得了92票数的 世界计划 世界计划其实我在就是 整理这个表单之前 我好像真的没有听说过 刚好没有达到我这个TA 原来我频道有这么多的受众 都是玩这个英游 比较萝莉取向的嘛 就里面有非常多可爱的妹妹们 那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世界计划当中的剧情 然后还有玩法 是基于 超卡视觉小说风格的音乐手机游戏 并有漫画电视台节目等 跨媒体制作计划 游戏以虚拟歌手初音未来为主角 并以6个音乐组合 26个角色展开游戏情节 玩家可以在游戏中的live系统游玩乐曲 包括视觉小说为主要表现的剧情 以及抽卡的成员管理系统 并选着乐曲和成员进行游戏 应有我自己呢 好像真的很想策略 因为我以前比较玩 听手术然后组好食物然后通关 Candy Crush啊等等的 那投影世界计划的网友们是说 人物的设定很赞 剧情有时候虐虐的 但是也是超赞的 收录的歌曲都是我喜欢的 虽然抽卡的几率很低 但是超推荐 然后另外一网友是说 试音游然后剧情超好看 高中生的音乐追梦历程 颜值也超高 卡面也很好看 固定周期都会有不一样的活动 而且里面的歌曲都不断的更新 常听到的日文歌也被收录在里面 打歌打累的还可以去看MV 分2D还有3D还有圆曲 看自己的主推跳舞 还摆了一个超帅的pose 简直是不要太幸福了 音游推爆 游戏各部分都做得很好 不管是剧情的细腻度 还是卡面的精致度 甚至怪物级别的普面 每个角色都超级有特色 各自的人生课题 还有想要完成的梦想 就算不看剧情 单体验音游也很有趣 超推25时里面的瑞希 睫毛很长 侧马尾粉毛超香 喜欢二作剧而且同时也很会照顾 人超可爱 重点是它是混在一群女孩当中里面的胃娘 哦讲了那么多原来是胃娘的一个概念吗 很厉害 也有人是说社长就是手术快不快 我自己觉得我应该算是 可以列为中上吧 因为我觉得我反应能力 应该不算才会不知道 好像可以打打看然后再跟大家分享 不过世界游戏之外呢 其实大家还有蛮多人投给它 是偶像梦幻记 里面也有很多什么老公跳舞 然后还有可以练手术 蛮多人也是推荐这款应有的 然后再来呢 就是来到我们第二名 直接爆破100票了 就是103票的 崩坏星穷铁道 是由米哈尤开发的战略角色扮演游戏 是崩坏系列的第四部作品 故事主要讲述了游戏主角开拓者 登上了星穷列车 漫游宇宙各大星空 并且在冒险中解决星河等各世界带来的灾难 战斗系统采回核之 并含有湘庭探索 剧情角色跟战斗系统 得到了不同玩家的称赞 但是养成系统还有收费方式呢 则获得褒贬不一 这个是来自于就是 维基百科上面的总结这样子 那我的频道呢投给他的网友们是说 剧情人物音乐设计家 真理衣箱跟沙金 还有警员香香性癖都有到尾 里面有性癖真厉害的东西吗 先不说技能能力值那些的 光影像都有戳到 就值得我课金 音乐让人有胜利其境的感觉 不论是列车上太空站 或是穿梭充满雪的 贝洛伯格纳上下沉的氛围感 亦或是在充满古色骨香 然后带有赛博感的仙舟罗浮 然后还有我最喜欢的皮诺康妮 陆梦后真的是欢愉到不想醒来 角色还有剧情都非常好看 很香 凑CP根本就是玩家的本领啦 我很好奇 陆梦时的欢愉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 还有一个网友是说 角色超香 剧情很棒 剧情好到原本呢 不吸引我的角色 在看完剧情之后呢 真的是直接抽爆 原本对于回合制的游戏也还好 后来也直接爱上 自由战斗解放双手 这个人他讲的就因应到整个游戏的剧本 是写的很厉害的 所以也让大家就是深度其境的 有体会到这个角色所办来的 原生的隐藏故事 所以是蛮厉害的 自己会为了他的剧本呢 好像可以玩一下的感觉 好那都要来公布我们第一名的 IP了 111票的新世界狂欢 我的粉丝朋友们投给他 他第一名真的是不意外 可能别的YouTuber或是创作者 来给他的粉丝朋友们投票 应该就不一定是这个结果 这两支影片呢 我们都有很详细的介绍他的玩法 然后还有他的故事架构 这边就不阐述了 直接呢就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网友们都是说了什么 男人都是男人啊 每一个都香到不行 就算刚开始还好的角色 看完剧情后 真的都超香每个都是宝 大家都超有魅力的 根本无法单推 就算是主副推的游戏 还是会手养的把券都奉献出去 重点是官方爸爸真的很了解 我们需要什么 就算是身为无课的玩家 超级感谢超火的官方爸爸 虽然老婆括号巴云宝宝 哦他是巴云主推 都不回家 害我都要呢等副科 真的是又爱又恨 但是我还是犯见了 在新世界街款花里面 待了819天 而且不打算离开 大家会记得或是会计算自己 入这个游戏坑多久的时间吗 还蛮有仪式感的 给你一个赞 因为是台湾的必有少游 所以只要是必有也会永远喜欢 推荐理由是角色也很棒 每一套的服装都很美 剧情也很厉害 不管是想要什么样的公寿 都有只差骨科的环没有登上 但他对环的执念也是蛮强的 这个色色的画面嘛 毕竟大家等肉也是等了蛮久的 然后又有一款卡面做得很厉害 然后不同的密话 然后不同的姿势 重点是没有打码 这个是真的很厉害 我觉得算是这个市面上 目前还很少有的罕见类型 也欢迎就是必有手游的厂商 如果说要推出一款新的游戏 别配都可以来洽询看看 以上就是2024大家 现在网友们最沉迷的五款手游 那不知道这五款手游当中 你们自己本身有没有在玩的 那都不妨你们可以在下方 跟我们留言做分享 如果说你们自己推荐 或是自己至爱的手游 没有上榜的话 也可以在留言区交流之间 看到同号 搓游等等的都开放 好不好 那也希望今天的影片 大家看了开心 看了喜欢 不要忘了要帮我把影片按个赞 然后分享出去 给你所有喜欢玩手游的朋友们 还要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那我是Niki 我们就下一次影片见啰 拜拜